今天看到SPEED MARINE 獨立制標品牌 今年最新的產品 這麼新鮮、燃燒、燃燒 就是剛剛在上海的 Watchers & Wonders 帶著這批標 讓我先賭為快 SPEED MARINE的CEO Acquition來到香港 當然要抓住他聊天 了解更多關於這個年輕品牌的未來發展 SPEED MARINE這個品牌 其實在2002年已經創立 但到去年我才開始知道這個品牌 以前沒有那麼多獨立制標品牌爆出來 就算我入行的時候也有 但真的不多 但這幾年多了很多 有歷史較長、短、新、年輕 都有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也是在一個大環境 鼓勵這件事發生的 集團式的牌子開始有自己的零售 就收緊了對經銷商的控制 令到經銷商就多了空間 就可以跟一些獨立制標品牌 就更多合作 這個牌子就是為了這樣 而進入了我的視野 之前我講過一集 Granning Speed Marine 是一個年輕的瑞士獨立制標品牌 最初是由英國標像Peter Smith Marine 在2002年創立 雖然Peter在2017年離開了品牌 但英倫峰作為品牌的設計DNA 一直保留到現在 而今年的新標 更加將這種DNA 發揮得淋漓盡致 例如 他的案件 是由英國一個地方的地標 叫Piccadilly Circle 是給靈感去做這個案件的 你會看到時針的靈感 是來自大笨宗裡的時針的設計 像不像葵線煙 啼牌葵線的設計 除了這些顛鍋風之外 其實這個標 也有自己的iconic設計元素 例如你看到 他所有的秒針 小秒針 是放在1點和2點之間 你很少看到 有其他品牌的小秒針 是放在這裡的 通常放在哪些位置 6點或9點 這些最多的 原來是放在1點至2點位置 難度會高一點 因為它接近8滴的 mechanism 所以難度會比一般高一點 這就是他們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有時1點和2點之間的位置 都會放置其他功能 例如陀飛輪 日期飛返等 他們喜歡用這個micro motor 去做自動架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 令到碗錶可以做得薄身一點 可以說 珍珠架也是這個品牌的DNA 因為無論是這些經典款 或是運動款的Ripple 它都是用珍珠架 去做自動架 除了看到強烈顯明的設計之外 今年的標款 我都看到品牌設計 變輕化了 更加富有朝氣 而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 就是黑白雙殺 設計來自中國的陰陽的哲學 如果看得真一點 它的羅馬時標 用立體突出的三圍 有層次感 好像天之地干那種的寫法 像不像嗎 外圈上面的Ultor Rain 數字是用了橙色去表示 雖然不是很大粒字 但是真的可以點絕了整個標盤 好像突然醒目了、醒神了 它的尺寸都有兩種 有38和42 其實也可以用一種對標的Style 就是尺寸不同 男士、女士都可以戴上 Koala的軟錶 標盤上面是用手繪 去畫了澳洲的國寶五制 已經是Koala 是用了四天的時間 只畫這隻樹熊出來的 為何會有這個標的出現呢 都是品牌想引起大家關注 Koala這個樹熊 其實都是面臨絕種危機的 希望透過跟坤士蘭 一個Koala樹熊的保護組織合作 希望大家關注Koala的安泥 你看到這個標盤上面 除了你有手繪的Koala之外 它的標盤綠色 是有些由深去深的Pantone改變的 原來它有了14層的Lacca 然後才可以產生這種效果 錶帶的顏色都好像在附近錶盤 用了這個油加利的樹的顏色 去襯托 就是Koala最喜歡吃的油加利葉 盤管初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運動錶的 就是這樣說 是沒有Bracelet的手錶 它是去年的時候 就慶祝品牌成立20周年的時候 就出了這個Gripples 這幾年就流行什麼呢 Luxury Sports Watchers 品牌也是順利的潮流 加上一隻Build 是這個風格的 它今年出了一隻 我覺得挺正 挺好玩 挺英 叫Blue Jeans 古名思義的藍色牛仔褲 就是牛仔褲穿到爛了 磨到虧到那種淺藍色的 所以給人的感覺就是 很年輕 很有活力 而且很隨意 很純粹 Bracelet和殼是一體化的 它的錶不是那麼厚 很貼滿 不會降出來 這就是很難得 因為不是用鏈帶的手錶 可以做到這麼貼滿的效果 我慢慢看到它 今年就開始看到它 它有自己的風格 而且都很知道自己怎樣走 品牌路線越走越走 年輕化 市場對此的反應是怎樣呢 Smith Marine以創辦的名字命名 而今天創辦已經離開了品牌 對於Smith Marine來說 有什麼改變和影響呢 我帶著一些疑問 捉住了Christian一起聊一下 我們是一個公司的 市場中的產品 我們是一個公司的 我們在2002年 而Crystelle 成為主的 主持人 在2003年 於2012年 所以我們 沒有人過於200年 的歷史上 這其實 當你看到 新人生的 人们的客户是最有趣的,因为人们人们从不少的意思喜欢穿衣服了 所以他们偿闭上,我属于一群群 人们在世界上看更多新的最新的性格 让自己自己的性格 Swigmarine有20年代的存在,但我们有如此一样的一群的支持 整個組織的組織和我們做的 甚至當你來我們的辦公室 在GENEVA 它是一個美麗的建築 但當你進入 它們都變成 modern 都變成年輕人 它們真的感覺像一開始 所以你有一個歷史的構造 但你來進來 你感覺像是在 Silicon Valley 這就是我們想要造成的 我們也開始了 在 Silicon Valley的年紀 我們看到我們有同樣的價值 作為這些年輕人 因為我們做得很好 它們似乎我們 我們似乎我們 可能會比較多的 一些年輕人 比我們想像是 的主要群組織 在StreakMarine 那些人我們昨天看到 在StreakMarine 他們甚至年輕人 因為他們很年輕 企業 我會說 那些售貨人 在China 是十年年輕 比其他售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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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 有興趣 在StreakMarine 我們有很多 的評價 對我們的 產品 尤其是 《Duel Time Pink》 因為《BarbieMovie》 剛才推出了 所以 有一個故事 我們做了 這個藝術 這裏 有273 材料 但是 有色彩人 照片 和風格 你們知道 StreakMarine 是 《Duel Time Pink》 所以 什麼 《Duel Time Pink》 提到 《Duel Time Pink》 他離開了 將於是 100% 是100%的投入相互相互生意的 它肯定是我们能够更有更多的 比以前的 而是100%的关注我们的动物 我认为这就是最重要的事 我可以说 Squimmarine是一个英文风格的 是你会保持这种基础吗? 我认为是一种失败的 要保持最强烈的 当他在2002的研究建设计之后 因为它们是好 我们仍然可以用它们 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划是更更新的 使用濃度的框子和更 elegante 使用更容易穿着 但是设计划是确的 如果有确设计划 它会变成异的问题 多少个部分有你们在于年? 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将近600 昨年我们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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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项目你想做? 我估计,尤其是一种目标 你能够比较便宜,美丽,尽力的周围 但这不是我们的商业的目标 它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 exclusivity和做不同的东西 这是我们主要的主要 找到最好的客户 人们感受到这种欧洲 我认为这种挑战 这种挑战是一种大挑战的 我认为他们有好处的事情 我认为这些模特性的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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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很舒服 很舒服 每个品牌都可以做到 有什么样的模特性 可以做到更多的模特性 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的业务 我们还是在业务上的模特性 我们还是在业务上的商品 所以我们需要商品 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模特性 但是我们肯定知道 我们必须要传达到 识论和历史的模特性 与新的模特性 所以,是的 我认为这些模特性 我认为这些模特性 但我们有很感兴趣 在这两个月的模特性 所以在这两个月 你会有什么新的模特性 我们一定会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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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同的 24日会很感兴趣 已经比这一年更感兴趣 但我们会有少量火力 在25日 这个品牌逐步逐步 找到自己想走的方向 其实不容易 因为造型很简单 但要有自己的方向 即是你有自己的DNA 以及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设计元素 他们都很知道 如果我要走一条独立制标人品牌的路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Movement 即是如果大家 开始对独立制标品牌 发生兴趣 想知道更多 我想SPEED MARINE 是其中一个牌子 你可以去知道更多 理解更多 为什么呢 它比较年轻的 是的 2002年 之前已经发生了 到今天 之前虽然卖了给一个新老板 如何都好 但依然有自己的DNA 这些东西是没有走到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着 它这么年轻的发展的时候 它的路径是怎么走的 因为现在开始 太多款式 太多collection 你可能会乱 现在是比较简单 那几个 而且它的Movement 秉承着这种传统 你容易跟着 如果将来变化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的root 在哪里来 如果你们已经要解过这个品牌 要带过上手的 不妨 例如告诉我 你的感觉如何 我们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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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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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